咱们先拿100个饺子 垫一点 它还不至于让我炸头发 这比我在外面吃到的大部分水饺都好 不要浪费啊 我能吃大概这个三倍左右 那50块钱 随便吃虾馅的饺子 要啥自然的事 我们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瑞哥的小实力 我是你们每天支持一点点的实力派女子瑞哥 花49块钱 据说能吃到食物种饺子和30多种菜 饺子甚至还有虾馅的 咱们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咱就一样拿一个 金盘素食锦 咱就给大家尝尝哪个好吃吗 这是肉的 鲜肉茴香 我可喜欢吃茴香香 那个是他们家主打的味 我已经把所有的饺子都拿了一下 刚才他们跟我说就是一次性不要拿特别多 然后一个锅的话最多只能煮四盘 我已经有点忘了这都是什么了 咱们吃就能吃出来 作为一个北方人 就是我一吃饺子就有一种过节的感觉 而且好像就是饺子是一个北方通用的节日货币 你过什么节你想不起来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吃饺子 一会尝尝50多块钱能吃鲜虾睡觉 我感觉在我心里头比什么加得要好一些 太别浪费了 我能吃大概这个三倍左右 您的饺子应该太好了 您要不然关注我一下 我大概能吃这三四倍左右饺子 一百到两百个左右吧 我下次感觉再进这家自助餐店要换一个假发了 省得下次被直接在门那儿就拦住不让进来 先给大家尝一下菜 大块的鸡骨着 可以哦 挺好吃的 肉是那种非常干吧 然后有一种浓浓的紫盐和辣椒味 我觉得是棒的 味道有点能辣 竟然50多块钱的套餐里面还有这种 我很喜欢吃的花感 是鲜的 这个土砂土的非常干净哦 这是麻辣香锅 尝一下 准淀粉丸的 饺子应该已经好了 像一些白胖胖的大元宝一样 我们把它捞出来 先尝一个吧 看看熟没熟 我这个是茴香肉的 好绝 这比我在外面吃到的大部分水饺都好 然后皮没有很厚 是比较韧的皮 然后里面充满了汁水 家里头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调的非常好的馅 第一个就吃到了我最喜欢的茴香馅 今天很幸运 快捞快捞 这一盘饺子在外面是不是就得30块钱了 好了 这个现在先下了四盘 它这一盘是6个 如果喜欢数数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 瑞哥今天一共吃了多少饺子 我先放在这晾一下 然后我们下第二锅 每一锅都24个 现在是48个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饺子 其实是相对于西餐和很多餐来讲 也是抛开伎俩谈饮食结构 非常健康非常美味的东西 而且饺子还是可以多吃 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面 然后大部分是蛋白质跟薯菜 非常健康 这个是什么馅的呢 菜盲盒 这个小鱼好吃 韭菜肉的 非常干净的配料 然后肉很鲜美 很好吃 鲜菇鸡的 浓浓的鲜膜味道 这个看起来像是西葫芦的 它的没错 西葫芦的虽然还不错 但是本人还是更爱吃肉 如果你们喜欢吃素餐的 素的要先吃 肉的一旦吃进去 素的就没有那么香了 这一盘四个味应该已经全了 我觉得这一盘里头王者是回向的 我唯一觉得稍微差一点的是西葫芦 但只是我个人的问题 第一盘饺子已经吃完了 第一盘饺子已经吃完了 我们把第二个24个再捞起来 这也是四种口味的 给你们尝尝都奶鲜好吃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后悔 我看着这么好吃的饺子 然后50块钱唱吃 我刚才出发之前 花50块钱买了一个汉堡汉堡 垫了一下 这50块钱买饺子不香吗 为什么要垫那个汉堡 回向鸡蛋的 我后悔了 刚才就不应该为了把所有皮类拿全拿这个回向鸡蛋了 大家来直接拿回向肉的 回向鸡蛋的完全没必要 我觉得不好吃 尤其是有猪欲在前 这是什么馅了 看一下 哇 这好好吃 牛肉大葱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牛肉是用那种比较偏瘦的牛肉 然后里面放了大葱 这个很好 邋遢 棒棒棒 素餐鲜 这个他们家的素饺子里 我跟大家可以说 我完全尝不到任何灰牛味 素食阿小者可以吃 如果喜欢吃肉的小伙伴 不要拿这些素饺子 刮蛋无味 这是韭菜鸡蛋的 稍微有点嫩蛋 所以这一盘子现在牛肉大葱的 我觉得是超通案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 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吃饺子要吃多少个 然后你们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呢 弹幕告诉我 如果大家很喜欢瑞哥带大家吃这些月底也能 花小钱 然后吃的很好的餐厅 那就记得给我点赞评论加关注吧 这个是第三锅 然后依旧还是24个 我感觉我现在应该是稍微能接近回本了 刚才我们尝了八个馅 我觉得现在在我心中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茴香肉的 然后还有牛肉大葱的 那俩馅真棒 看看这一锅能不能有所突破 我在想那些参加亚印会的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也像我们这么喜欢吃饺子 是瑞哥来他们家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取餐区正在紧张的收拾 严格来说啊不是因为我来了是因为现在本身已经到2点了 他们家的中午就餐时间呢是11点到下午2点 所以超出这个区间的话就得等晚上那一顿 后面这个几盘是他们家主打的一个虾三鲜 据说里面有虾仁 咱们尝尝看 咱们再去拿一盘 因为我现在拿了这个一共是四锅嘛 一锅24个算了一下96个 咱们就是要做到满份 如果喜欢熟醋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瑞哥今天一共吃了多少饺子 最后一锅主打一个圆圆满满 给我们亚印会的哥哥进儿也加个油 希望他们都有满份的发挥 这个是芹菜猪肉很清香也很好吃 果然肉饺子 就是比素的饺子好吃 小伙伴们一定很奇怪 瑞哥今天为什么没有炸头发是不是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吃 非常喜欢吃的一家串串相自主 我们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咱们先拿100个饺子垫一点 他还不至于让我炸头发 这也是芹菜的 但他这里面放了一点胡萝卜像 可能是沾上的 鸡肉肯定用一下 indeed 炸力推荐 玉米和猪肉类 比什么载码头还要好吃 真的棒 应该是猪肉大葱的 他们肉好鲜 很好吃 虾三鲜的 脱通的这种冷冻的速冻下세 但50块钱 随便吃虾馅的饺子 是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的原因 我愿评价为本日最佳 这是酸菜猪肉馅的饺子 大家知道酸菜可以中和肉里面的肥油的肥腻 它的酸菜是腌的这种不算特别酸 很棒的一个口感 点它 所以今天所有口味的饺子 瑞哥已经听大家尝了一遍了 我觉得最推荐的是他们家酸菜馅饺子 然后其次是加酸菜馅饺子 然后是玉米猪肉 这三个是他们家三个我 我吃到现在觉得最好吃的 然后下一个梯队 韭菜猪肉和茴香猪肉 剩下的你们随便选 如果吃肉的小伙伴建议就不要用素馅饺子 去浪费自己的胃口了 完全没必要 好了那我准备开始吃饭了 哈喽小伙伴们 这一百个饺子就吃到这儿了 然后他们家的配菜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一家真的是非常超值的一家 那我们就不渴着一家羊毛薅了 我还是想让它好好地活下去 起码等到你们来都尝完之后 看再怎么样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们去造福下一家 我们去吃一家自助串串香 拜拜 赞别